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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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嘉華 首書同學會 這次由我來做主持 今天我跟大家來分享這本書 這本書的內容 是很符合我的年紀的 但是它的餡是老蕭餡 所以我都拿來介紹給大家 這本書叫做 《明信片上的香港》 是由張迅江先生 所撰寫的一本 《明信片》畫冊 它是一位工廟測量師 由於它又是一名收藏家 《明信片》仍是其中一項 外號的收藏份益 這本書是介紹上世紀 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 《明信片》 從書中介紹的《明信片》裏 我們看到當時的天是很藍 海也是很綠的 也看到那些年 我所成長的地方 好像這個尖沙咀火車站 沙田萬骨子 因為我小時候 住在沙田萬骨子 山腳的木木 每天都要坐火車 出九龍上學 所以特別印象深刻 而這本書還有很多 勾起我往日的回憶 因為城市發展的關係 香港少了很多往日的秘密 而這些都是陪陪我長大的奴隸 這本書真的很值得大家去懷念一下 《明信片》的香港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聯絡河友社撒取 數量有銀送完即止 《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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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信片》